投资世界非常复杂且充满变数 对冲基金、按揭基金、衍生工具 可提早赎回期权等等 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这些名词呢? 又或者听说过它们 我估计应该不多 大多数投资者们 只要看到有利润的投资 不管了不了解 喜不喜欢只管投钱 我们觉得是时候提高自己 对投资的掌控和了解 所以接下来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 同时刚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首先看这瓶价值 5万美金的黑色液体 它看起来似乎很少 不值这个价钱 当你知道市场需求远大于供给时 一切就变得好理解了 这究竟是一瓶怎样神奇的液体 它从哪儿来? 当然这是大自然的精华 它来自沉香树 两年前这些树在斯里兰卡几乎绝迹 沉香树以前遍布东印度 孟加拉国 缅甲 泰国 中印半岛 马来半岛 巴布亚 新几内亚 甚至婆罗洲 但如今它们陷入冰临绝种的田地 很大原因是因为这种树很值钱 不是那些干枝 而是它的衍生副产品 对 就是这瓶神奇液体 这就是沉香木 或者wood 当经过蒸馏后 就能提炼出沉香油 这个自人类文明以来 就一直被中东地区广泛用作香水的原料 时至今日 更价值连城 但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原料靠沉香木所分泌出来的树枝制造而成 但只有7%的沉香树可以分泌出树枝 也就是说 剩下的93%都不行 但非法砍伐者在金钱的诱惑下 因为没有能力分辨哪些沉香树 能产生树枝 它们就大量砍伐沉香树再供挑选 所以造成了现在濒临灭绝的境地 所以现在就是拯救沉香树的时候了 也就是APC所奋斗的目标 APC的办事处和种植园横跨四大洲 并在阿联酋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英国 以及香港 占据重要地位 集团2012年营业额达到50亿新加坡币 管理资产总额超过4亿美元 全球有2000多名员工 并且集团致力于帮助亚洲各地的弱势群体 APC以持续管理的种植模式领导全球 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将绿色元素加入他们原有的投资组合中 这个就是由树枝蒸馅后提炼出来的沉香油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所以APC每一个步骤都严谨监控 大自然有时候也需要人为的帮助 不单单是提炼过程 集团在种植和栽培过程中也大力监控以确保质量 致使野生沉香树不会再受肆意砍伐 沉香油被广泛应用于国际知名的香水品牌中 而且需求持续上升 APC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培育沉香树 用科学手法确保沉香木分泌树枝 并蒸流出最优质的沉香油 全球市场对沉香油须之若鹜 而且APC深知怎样制造高品质沉香油 为什么沉香树如此抢手 因为它可以制造沉香油 为什么沉香油需求这么大呢 好问题 香水市场价值数十亿美金 设计师需要不断革新去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 Tom Ford Christian Dion是市场的佼佼者 自从他们将沉香油加入香水后 Chanel Kevin Klein Gucci Georgia Armani Yves Saint Laurent Pierre Carton 和Cherruti 在迎头跟上 现在几乎所有品牌都这么做 而且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的皇室婚礼上 用了一种特别调制的香水 当然有沉香油的成分 APC明白拯救沉香树的同时 也需要制造顶级沉香油 集团一直以来掌控种植沉香树 提取树枝的过程 现在在泰国甚至有自己的蒸馏中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 APC是全球唯一一家种植集团 但同时向市场提供 用自家提炼的沉香油制造的香水 最近集团还赞助在新加坡举办的 国际精油及香料贸易协会 至此 香水业界的新星正式诞生 全新品牌 Duboye是APC的香水品牌 用的是自家神秘沉香油 一个可持续性 再生性 以及优质的香水结晶 专为挑剔的消费者提供的完美之选 香水专家Simon Fresh评论道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 都很难找到除了APC以外 可以为业界持续提供 顶级沉香油的第二家公司 设计师们一致认为 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佳原料 如今 定制个人化香水 渐渐成为市场趋势 陈香油的地位愈发重要 任何人都不想跟非法产品扯上关系 特别是那些知名品牌 这阵阵彰显出 APC不可取代的地位 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APC成了绿色投资领域中 最值得投资的集团 绝对是投资组合最佳之选 而且在再生资源方面 APC想要让世世代代 都有足够的沉香树 并且在协助大自然 再造资源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并且帮助大自然重返健康 更重要的是 APC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难能可贵的投资机会 一个清新 绿化 可再生 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并且造福全球 而且这次的投资产品 可见 可处 真实存在 敢问在今天 有没有第二个投资产品 可以提供这么多好处 并且带来难以抗击的香气 感谢观看 尚厨品 准备 感谢观看